文憑市即將放榜 很多人都可能會覺得緊張 但無論成績是怎樣都好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和強項 只要好好加以發揮 都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路 無論你對成績是滿意還是不滿意 是覺得開心還是失望 其實都是人生其中一個歷程 經歷了這個歷程都可以為我們帶來成長 年輕人都可以做好心理的準備 預備好心情去面對放榜那天 會出現的各種可能性 可以留意自己身體的需要 在放榜前一晚都有充足的睡眠 以便放榜當日可以有充足的體力 去應付要處理的事 考生都可能預先可以通知一兩位朋友 告訴他們放榜當日有什麼可能 需要他們幫忙的地方 如果有其他需要 亦都可以尋求專業的協助 如果子女的成績和父母的期望有些落差 父母都可能會覺得失望 但作為父母都要先疏理好自己的情緒 才可以協助子女處理他們的失望感受 無論子女的成績是怎樣 父母的陪伴支持和肯定都是非常重要 父母都要用一個平靜、關心和接納的態度 來支持子女 要留意子女是否可以明白你的意思 確保他們不會誤會爸爸媽媽的好意 父母亦都可以提醒子女在放榜之後 仍然保持一個充足的休息 讓他們可以保持清晰的思緒 可以好好計劃以便重新出發 雖然保持得透明 雖然保持了 Bir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